盧廣仲新專輯《慢靈魂》還在預購 宣傳活動可是快快進行 為了符合專輯主題 盧廣仲學打太極加耍劍 只是這個動作怎麼不太帥氣 坦承自己就是拖拖拉拉的個性 完全不是個急性子 就連重要的專輯製作都可以慢吞吞 而為了這樣的自己 盧廣仲連同區的室友都得精心挑選 因為這個就是個性比較慢 所以我也找到一個很慢的室友 就是我們通常會 反而說我們今天要去郊遊 但是就是兩個人就換好衣服 但都在家裡打電動 結果就沒有出門了 最急的 上廁所吧 對 一電視連神蘇美如採訪報導